迅寧軍接管十萬大軍之後,立即下了第一道命令 這道命令是說什麼呢? 如果父子都是在軍隊入面,父親回家 兄弟二人都在軍隊入面,哥哥回家 獨生子的,家裡沒有人照顧父母的,也可以回去 這道命令一落的時候,軍中歡聲雷動 因為魏國已經經過多年的徵戰,國內田地很多都荒蕪了,十失久空 士兵們都讚嘆信寧軍是一個仁慈的將軍 體恤百姓,也愛兵如子 軍中處處出現了幾個動人的畫面 有踏上龜徒的父親,再三叮囑兒子 要多多殺敵,代他殺一份 而哥哥和弟弟擁抱道別 哥哥叫弟弟不要牽掛家裡,一心殺敵 不要辜負公子信寧軍的好意 第二天早上,經過整頓之後的大軍,剩下八萬的士兵 他們全部紅之英發,鬥志昂揚地列隊在業城的郊外 信寧軍一聲令下,浩浩蕩蕩地殺去趙國首都寒丹 秦將王黑發夢,也想不到魏軍前來救援趙軍 而且來得這麼突然,他殺時手足無措,方忙應戰 而當時魏國的士兵個個好像落山的猛虎,以一敵實 而趙國的平原軍也趁機率領趙軍殺出來 而楚巧列王的援軍也說到,三軍夾擊自然令秦軍大敗而回 寒丹之衛終於解決了 趙孝城王親自去到郊外的藝營,迎接順寧軍入城 而當時順寧軍有一個叫唐錐的門客 就靜靜地對順寧軍說 他就說,我聽人這樣說 他就說,世界上世人的事是有些是不可以知道 而有些是不可以不知道 也有些是不可以忘記 但有些是不可以不忘記的 嘩,說了一大堆,究竟想說什麼呢? 那麼順寧軍就拋頭了 那麼他就問,先生,你這句說話有什麼意思呢? 可不可以說得清楚一點呢? 那麼唐錐就說,如果人家是不喜歡你的 厭惡你的,你不可以不知道 但是我憎人家,我厭惡人家,我不喜歡人家 就不可以讓人家知道 如果人家有恩惠於我呢? 我們不能夠忘記 但是我有好處給別人呢? 也不可以不忘記 即是說,要忘記了他 你不要經常想 對著人給了什麼好處 好像我是人家的恩人 這件事一定要忘記 那麼呢? 你現在殺了俊丕,救了寒丹 這個是莫大的功勞 其實你是有恩於趙國 但是趙王親自來迎接你 你要馬上忘記這件事 你不要開口、埋口 都說自己是人家的恩公 救了趙國,千萬不要提 所以我說這些話 希望你見到趙王的時候 要忘記自己的功勞 那麼信靈君聽了這番說話之後 對唐錐肅然起敬 他誠懇地說 我會完全接受你的指教 我完全收到 那麼信靈君呢? 因為偷了兵符 去救趙國 是得罪了魏王 他不夠膽回國 從此他就留在趙國那裡了 所以我們看到信靈君 都是一個大仁大義 他真是為了自己的國家 雖然他最後無法回去 但是他知道如果趙國一滅 下一個遭殃就是魏國 他為了自己國家長遠的利益 犧牲了他在魏國的地位 並且冒險殺了老將這個晉批 我們本身看這個行為 好像是好不道德、好不仁 因為晉批根本沒有做錯事 但是我們有時候會想 在社會上 有時候真的要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而這個信靈君 根本沒有罵名 因為他最後出軍 是不是真的會贏到秦國 他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就憑著那股勇氣 去拼命 去嘗試去冒險 他最後成功了 他也不是為自己的利益 亦都是另一個原因 他希望去幫他的妹妹 即是嫁去趙國的妹妹 去解救趙國 所以這個信靈君 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欣賞的人 特別在香港 或者一些現代的社會 都是很急功近利 亦都不願意冒險 我們就算好像香港的一些政治 搞政治的朋友 說口號就容易 而他真真正去犧牲自己 真正真正有些關頭 他可能要坐牢 甚至是去到 即是影響到自己的名譽 影響到自己的選舉 就馬上去轉軚 那麼這個呢 那個情操 或者道德 或者是為國為民的心態 跟信靈君差十萬八千里 會不會呢 會不會呢 好